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人也能翻身 没有骨气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 思维贫穷 还不懂得自省 钱没有了 可以努力去赚回来 心穷了 连努力改变的想法都没有了 越是心穷的人 越有这几个习惯 希望你一个没有 1.嫉妒心非常强 心穷的人见不得别人好 当身边的人比自己更有钱 他就以为别人在投机取小 当身边的人更有文化 他就以为别人是靠运气好 还认为别人是书呆子 当别人买了新衣服 他就认为太老土了 或者太花里花翘了 就是乱花钱 当别人的业绩很突出 他就认为是走狗时运 如果你总是看不惯别人 就是嫉妒心非常强 你就在变得心穷了 需要警醒 聪明的人看别人很顺眼 并且会积极地学习别人的长处 把别人的优点 当成自己前进的方向 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人 是最雄的人 二 做事半途而废 你有没有把一件事 坚持做好的习惯 还是你觉得很多事情 都没有意义呢 如果你随便改变自己的计划 你根本就不会成大气 你不过是在反反复复的尝试 反反复复寻找方向 老祖宗告诉我们 一个河上挑水河 两个河上抬水河 三个河上没水河 从目中角度来看 也就是在警示我们 一个人有太多的计划 有太多的方向 反而会迷茫 一事无成 锁定一个目标 做好一个计划 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证明自己能够做得到 那么你就一定能做得到 在一个领域能够站稳脚 还能够成为领头羊 放弃一件事 轻而易举 坚持做好一件事 难上加难 希望你吃得苦中苦 三 做事畏首畏尾 前怕狼后怕虎 这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到过 比方说你发现某个地方 适合摆地摊 你都想好了要卖什么 但是你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去摆摊 还有啊 你放不下面子 认为摆地摊太丢脸了 在你犹犹豫豫的时候 别人已经节足先登 已经在你选择的地方 开始了摆地摊 并且一天就能够赚五六百 如果你做事总是畏首畏尾 你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失去人生机遇 任何事物都在变化 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等你 就是你的父母也不会在原地等你 成大器的人 看到了机遇就拼命抓住 借势而上 成就最好的自己 四 喜欢吹牛 每个人都要发现自己的优点 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 但是有的人 一直盯着自己的优点 忽视了自己的缺点 把自己的优点拿出来 每天都要炫耀一番 一个人喜欢炫耀什么 就会失去什么 炫耀是一种心穷的表现 真正厉害的人很谦卑 不会吹牛 钱要慢慢赚 慢慢花 智慧要慢慢提高 不能骄傲自满 把身边的人当成老师 把自己的优点当成平常事 一个人才会一直进步 飞得高的人 往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不是自吹自擂 把自己捧上天 五 迷信读书无用论 新穷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很穷 还以为自己是学服务车的人 认为自己的智慧很多了 今生都够用了 他总是发表一些片面的观点 还说得头头是道 也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 当你不喜欢读书 还认为读书没有用 自己这辈子不要学习了 你就是心穷的人 真正富有的人 不仅有钱花 还是精神上很富有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还改变了对社会的认知 提升了气质 如果自己混得不好 就更加努力读书 像书本所要赚钱的方法 吸取人生需要的养分 6.喜欢推卸责任 当你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是推卸责任 为自己辩解 还是主动承担责任 努力去解决麻烦呢 推卸责任的人就是心穷的人 连承担责任的勇气都弄丢了 为难之处显身手 越是危机的时候 越会看清一个人 有责任心的人临危不惧 积极化解危机 并且从危机中洞察到 改变命运的先机 心穷的人喜欢躲在幕后 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看客 还希望别人都在他面前出洋相 7.喜欢当马后炮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身边是不是有人说 我就知道事情会这样 当初我说了你也不信 现在好了吧 问题严重了 你自己去处理吧 我是无可奈何 如果有人这样说话 那么他就是心穷的人 希望你不要当马后炮 而是在困难出现之前 就预测到问题 还善意提醒别人 或者自己积极去预防困难的问题 事后去抱怨 还不如事前就做好最坏的准备 人无完人 与其说得头头是道 不如做得干净利落 与其事后乱说 不如学会保持沉默 静观其变 万般皆是命 半年不由人 这句话你应该不陌生 也就是在告诉我们 做人要学会认命 不要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 你以为一个人就是要认命 所有改变命运的想法 都是没有用的 其实啊 你想错了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要接受所有不能够改变的 要积极改变能改变的 现运之神 总是垂青那些敢于挑战命运的人 好运气靠自己去拼搏 不是坐享其成 好的命运靠自己去打造 不是听天由命 9.常常责怪自己的家人 当你工作不顺心的时候 你会不会埋怨自己的家人呢 你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 是家人没有帮忙 自己的财运不好 是父母没有留下大量的财产 自己的心情很烦躁 是因为家人不理解你 自己没有签成似锦 是家人没有团结协作 总而言之 你根本就不会反思自己 而是把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算到家人头上 你埋怨家人 家人就会和你吵架 吵来吵去 家庭就失去了和谐的氛围 就没有了怀生肖 如果你天天埋怨家人 那么家庭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没有人愿意回家了 你要知道 家和万事兴 当你和家人好好沟通的时候 你遇到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幸福的人生靠自己去创造 需要改变心穷的思维模式 需要让心灵变得富有 可怜之人比有可恨之处 心穷的人很可怜 但不值得同情 如果你的身边有心穷的人 你要远离他 避免让他把穷病传染给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